大家好 我是旅阳盈 这边是信报首席经济格策略师女子艺 Eric每逢在年底 自从2014年开始 在年底做过来年的金融市场十大预测 继续看不看好 当然要首先回顾一下你的预测是否准确 所以我们今集更好主要 会和大家看看Eric 在去年年初做的2020年的金融市场十大预测 究竟回顾是怎样 立即看看 去年年底对于今年预测是怎样 第一是第一个营养金融危机准确 但原来金融危机是由疫情触发的 去年年底我记得主要是从债券市场那方面 现在波动引伸出去 谁不知现在就变成是疫情引发 所以以至到疫情出现之下 令到1至10都有很大的变化 是的 没错 那金融危机其实本身 因为我们叫做价格行动 其实都反映了市场有些问题 但当然你问我 当然我不知道结果是疫情爆这件事 第二就是环球经济下行压力温和 但是增长佛力 我觉得一半半 第一就是经济下行肯定压力不得了 但是你别想 第一部分温和就差了 因为疫情大家都估不到 但是增长佛力就是对的 第三就是各国殃妈放水停不了 我现在简直去到人类历史以来最劲了 不需要多说 这个就中得不中了 第四就是美元相对强势 但是见顶 这个就是绝对对的 美元是强势见顶见顶到 现在就来到年底的时候 跌到一棵轿 好了 接着如果美第四对的话 所以第五就是人民币 大部分时间七算上下徘徊 但是美元年底跌到这样 反而人民币相对强了很多 这个就不是太准确的 所以一半就算是不对的 这个就肯定是 好了 第六 商品价格匹极太久 金价挑战1635美元水平 还记得去年做的时候 大概金价应该是1,1200元 是 差不多 当时其实Eric就说 1,600元我去年的时候 都觉得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那么厉害 我们看到就是金价果然是 真是继续向上 这个其实也是对的 但是没有想过那个价格去到 说到现在这么夸张 说到2000元 现在就大概在1800元到复回 但是曾经去过2000元楼上 那个价位方面就更上一层楼 所以打一半一半 好 接着第七就是预期人行指 在大范围反复 其实相对来说也对的 因为早段的时候是升的 我们三个月之前是升了 但是接着疫情 于是就坐下来 但是接着由三个月开始 其实都收获了不少失地 你生人成年来计 其实只不过是 按年现在跌了5%左右 你都可以说一个 Rain Trading是对的 好 第八就是 认为美股是会有破顶 本来就以为它下半年可能跑输 但是怎么知道 美股其实就 除了三个跌完一阵之后 现在就不停在隔天 就在上升 在上升 在上升 在破新高屋 而那八和九也是 新兴市场股市表现较佳 也是一半一半 因为新兴市场相对来说 它对自己来说 它是表现较好 但是它一直落下美股 美股是一支独售的 那第十就是 楼市措销可能减了 但是楼价可能沉底 那这个就应该不对了 楼价今年有几亿 它是横行的 是的 没错 一直都是横行 到现在 那为什么你有一个预计 就是觉得楼价可能会 在2020年向下呢 当时来说 那些指标觉得有点转弱了 那我们觉得情况就似是 就是国内部质素转差了 似乎楼价有机会 有一个回落的机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问题最终就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结果就是一个区间上落的格局 高位幻行 一直在那里 是的 没错 即使是疫症很差的时候 你见到是没有什么移动过 是的 没错 可能我觉得是 就是本身现在的楼价 那些人持货能力比较强 那变了就算那个经济环境 比较差的方面 都令到那个抛售潮 或者那个抛售压力不是那么大 反而我们会见到 就是今年过去一年的情况 那个租金的压力就大了 那变了就反而在租金里面 反映了一个跌幅 就没有在楼价里面反映出来 好 整体来说 2020年的十大预测的Eric 只是两个错了 都给你个赞 在疫情完全没有预计之下 你都可以十个 算中了八个 算是 行了 给我赞的Eric 我们不可以有接触的 好 我们做完个回顾了 接着来下一集 就跟大家讲一下 2021年的金融市场十大预测 好 好 好